那麼再來看到的是 我們要關心是曾經在柯林頓訪台期間 擔任隨行醫師的加醫科名醫林青谷 日前他在騎腳踏車變換了車道 結果遭到後方的駕駛案喇叭提醒他 沒想到你可以看到他直接停下來 這個時候是綠燈好不斷的叫響 那麼你駕駛報警求助 當場被撩包主家 沒想到駕駛撇下腳踏車 拿起手機錄影大聲叫囂 整個人擋在面前不讓車子離開 雙方僵持不下 女駕駛車上還有位四歲女兒 根本不敢下車 就連路過的公車也被阻攔 司機出來主持公道 最後警方到場將他上銬帶走 回到派出所赫然發現 男子竟然是加醫科名師林青谷 是台灣第一個創立家庭醫學診所的專科醫師 被譽為台灣首席加醫師 經歷豐富 很多政商名流都找他求診 包括林志玲 甚至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來台 也是由他擔任隨行醫生 當天他騎著腳踏車 從內側車道往外切 疑似不滿轎車按喇叭 站在路口理論了將近十多分鐘 事後林醫生在聯署PO文 因為中午響起車禍過世好友 喝了一些酒卻在路上發飆 感到更不好意思 這真的是緊張到有點哽咽 但是我又不能在小朋友前面 就是表達出我的害怕 其實曾經有去看過的 我真的要推薦給其他朋友 口耳相傳的明醫 這回進上了社會版面 其實喝酒騎腳踏車 也算酒駕最高可罰一千兩百元 針對這起事件 目前致電診所都沒有回應 當事人現在只希望可以得到一個道歉 畢竟過往的專業好形象 跟這回情緒失控藍車 實在差很大 記者黃天耀 梵雅橋 台北報導 因為許明傑在西門町跟朋友去會 疑似也是喝了酒 那麼喝醉酒之後 在街頭跟都受拔辣的阿嬤起了衝突 當場阿嬤居然還下跪 引起路人圍觀 4號許明傑直接開了直播怒嗆警方 那麼說警方呢都是垃圾 現在引發熱議 一人許明傑開直播情緒激動火大怒嗆警方 我就是要跟台灣腐敗的司法奮鬥到底 那些警察都是垃圾 我沒有對阿嬤做過任何不對的事情 警察馬上圍過來喔 回原整起事件10月3號凌晨 許明傑在台北西門町和友人聚會後 疑似不滿一名麥芭樂的阿嬤強迫推銷 當場與對方起衝突下的阿嬤當街下跪 許明傑回嘴跟我跪也沒用 我也可以跪你啊 兩人一度僵持不下引發路人圍觀 鬧到最後連警方都到場 那個警察的臉孔 是我見過最噁心的臉孔 最糟糕的臉孔 你們也知道 藝人敢這樣子開直播 確實是酒醉 但是我告訴你們 我可以從現在開始 我就不要再當藝人 無所謂 許明傑脫緒直播 引發網友批評 後來刪掉畫面 但是有網友認為 雙方都有問題 指控巴勒阿嬤是西門町有名的銷售 詐欺嫁個亂喊不買 還會被他罵沒愛心 若是回醉阿嬤立刻下跪 被死缠爛打 還有網友猜測 應該是許明傑被缠上 又剛好喝醉酒才會失臺 二十九歲的許明傑 男團Special成員出道 後來轉戰八點檔 這回酒醉事件鬧大 他先是關閉臉書留言 後來更直接發文道歉 表示已經前往現場 找阿嬤和當日值班員警 表達歉意 也強調即日起 會尋求情緒管理諮商 也會徹底遠離酒精 並暫停手邊所有演藝活動 希望能平息 這起風波 記者綜合報導 臺北萬華區三二下午 發生了死亡車禍 一名八十五歲 老龍疑似為了搶快 橫越了四線道 遭到對象騎士裡面 撞上騰空 重衰倒在地上 簡易送醫傷重不治 趙氏的騎士 被依照過失致死罪嫌 來送我們吧 一名黑衣男穿越車流 消失在畫面中 沒過幾秒又突然現身 瞬間衝向對象 車道鎖的一名機車騎士暴衝 騎士傻眼趕緊向右騎 但還是閃避不及 車頭當場照上黑衣男子 導致他騰空側翻 重摔倒地 這驚險一幕 簡直把目擊民眾嚇壞 事發就在台北市萬華桂林路上 當時失心男子橫跨四線道 疑似又為了搶快 突然暴衝 直行機車反應不及 老翁慘遭撞飛 倒臥在地 影片破網後引發討論 大批網友直呼傻眼 看不懂為什麼這樣衝 斑馬線就在不遠處而已 騎士真的超級倒楣 路人霸網條款 直接結案 遭撞的失心男子高齡85歲 遭到機車撞擊後 頭部著地腦出血 同時出現血凶情況 到院後病情急轉直下 最後宣告不治 根據了解 老翁已經獨居多年 和家人失聯已久 這回在聯絡上竟然傳出死訊 讓家人錯而不已 而肇事急事 目前也將依過失 至此罪嫌移送偵辦 最後相遇 林璇有淘 台北參謀報導 環土疫情 連九天升溫 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一翔說 11月13號解封 這個時程是不變的 醫師審戰認為 很可能就要突破了5萬例 現在不只要防新冠 還要留意的是流感 英國研究發現 同時感染新冠跟流感的人 死亡率會高出兩倍 醫師表示 新冠跟流感是能夠同時 接種疫苗 那麼如果確診的話 等到七天解隔症狀緩解之後 就可以來接種流感疫苗 放的時間點越來越近 本土疫情卻連續九天升溫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不排除本周可能是高峰 但是10月13號解封時程不變 10月4號本土新增 49,509例 醫師審戰男認為 5號很有可能會破5萬例 醫師黃高斌表示 全球多數國家感染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 境外移入陽性率3.37% 入境零加期仍然可以如期上路 每天確診人數達到四萬多名 在全世界已經排名前幾名了 醫療量能許可 事實上大家遲早總是要感染的 因果研究發現 同時感染新冠跟流感的人 死亡是單獨感染新冠的兩倍 5號一早 李明活動中心就擠了將近50位長輩 排隊強打流感疫苗 除了長輩之外 最危險的族群就是小朋友 許多家長都有兩大疑問 打完新冠疫苗要隔多久才能打流感疫苗 醫師建議可以同時接種 但如果擔心副作用可以間隔7到14天 另外確診完多久可以打流感疫苗 醫師表示確診7天解隔之後 症狀緩解經醫師評估就可以接種 但如果確診7天之後 症狀輕微還是可以打 如果隔離期結束之後 還是有一些輕微的流鼻涕 咳嗽等症狀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打流感疫苗的 專家呼籲 兩種疫苗都要盡快施打 才能避免雙重感染引發重症風險 記者黎晴王一仲台北報導 同時再來關心是花林有一名機車騎士 在等待左轉突然倒地昏迷 路人以為騎士是被撞到才會當場倒地 結果靠近一看 發現這名騎士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趕緊叫了救護車 幸好在經過急救之後 這名男子輕易的撿回一命沒有大礙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這個騎士突然倒地 不是被撞到原來是陷入昏迷 一輛計程車與幾輛機車 在路口等著要左轉 這時紅色機車的騎士 突然連人帶車向左傾斜 後座的乘客拉著他想要將機車扶正 最後還是摔倒在地 花蓮吉安鄉中山路 機車騎士就這樣倒地不起 目擊的民眾看到嚇到了 到那裡 要過馬路的時候就倒了 他好像是這樣 在這邊看 我是沒有看到被撞到 其他路過的民眾本以為 男子是發生車禍 才摔倒在地 上前關心後 發現對方竟然沒有了呼吸心跳 趕緊報警叫救護車 救護人員到場後 出判男子是心肌梗塞 立即現場急救 到現場以後 我們到達確定他沒有呼吸及心跳 我們就立即實施CPR 並且也有用AED電擊 我們電擊了兩次 救護人員表示 男子在送醫途中 就恢復呼吸心跳 後續將交由醫院處理 男子突然心肌梗塞 命在旦性 還好及早失久 幸運減回一命 記者劉己嬌 周夢如花蓮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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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